来看这位特别搞笑的美国考生名叫巴比 高考落榜上不了大学怎么办 那就自己办 为了骗父母找来几个好友 下编一所大学 假造录取通知书 开设假官网 就这还不够 更是找了个场地 请来群演 直接假办了一场入学日 然而让巴比万万没想到的是 入学当天真的涌入了上千号全国各地的录取生 前来报到 戏太比真直接下不来台了 别说这些学生都到场了 就连学费都早已交齐了 一百万美金 看着都烫眼睛 你以为这只是剧情而已 但历史上这还真有歧视 没错 这就是根据美国名校 举子俊查普曼大学创校史改编的电影 录取通知 说实话 当初看完电影 我只当这是一场搞笑喜剧 但看到背景资料后 真的是刷新了我的世界观 原来大学还能这么办 而且现在还成了一所世界名校 电影里的男主巴比 刚刚高中毕业 就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滑铁卢 没有一所大学录取它 更可怕的是 连三教九流的野鸡大学 都成了它迈不过的门槛 看着别人都有了着落 老爸在朋友面前也是抬不起头 巴比都快被逼疯了 赶紧找来大白想办法 做了一个假录取通知书 编个名字就叫南哈蒙理工大学 这样也能蹭蹭名气 而英文名缩写更是神了 S H I T 就此巴比被南哈蒙理工大学录取 简称米田贡大学 可算是把这小兔崽子给送走了 老爸爽快地给了一个学期的学费 但还是充满了怀疑 准备在入学当天要去和校长聊聊 这就不好办了 戏得加码了 他们赶紧找了家废弃的精神病院一番收拾 又勤来一帮群演 还做了批狠态感的史色校服 更是找来了大白的二舅老爷 充当校长 入学日当天 老爷子一同神道道的演讲 弄得爹妈是两脸懵逼 好在最后一句话 上大学就是为了找到好工作 让两人放下了心里的大石头 终于巴比算是把父母给糊弄过去了 但当他一打开学校大门 彻底傻眼了 原来大白到处做官网的时候 为了全方位无死角 连录取页面都做了 更可笑的是 点击按钮 直接录取 眼看着一大帮行头 各异奇装怪服 不知道哪来的学生们 二话不说就涌进了大楼 甚至还有的家长 把孩子放到了大门口 撒腿就跑了 巴比要疯了 赶紧把学生们聚集到大会场 准备告诉他们 学费全退 各找各妈吧 谁知道一个叫小白的孩子 站起来就大喊道 看着台下这一大群 可求组织 嗷嗷带魄的小眼神们 巴比心中五味杂陈 自己当初不就和他们一样吗 这种无处可去的漂泊感 在座的谁没体会过 心意横 办就办 南哈蒙立功 从此就是我们的家 就这样 大学生活正式展开 全校的孩子们 开始了全天后 无差别的狂欢 泳池party 摇滚party partyparty 各种party 一片热闹祥和 说真的 我都想交学费了 但孩子们天天无所事事 这样四年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巴比赶紧寻找办学思路 跑到隔壁哈蒙立功大学 拐着弯咨询了一番 但很快他发现 老师枯燥乏味 学生压力巨大 人人形色匆匆 甚至在同学会里 还有着严重的歧视与天见 发小大白 就因为长得胖 在此天天饱受变相欺凌 这样的氛围 肯定不适合 米田供的孩子们 回到学校 巴比给出了一个办法 让每个人根据兴趣爱好 开设专业 自己做老师 可以教自己 也可以教同学 而且还做了一个 很大的心愿墙 把所选的专业和成果 都写在这上面 这种超自由的理念 而各位同学们 更是百花齐放 博彩重场 到了每天晚上 还有摇滚乐队的 Buff加持 人人都带着能量光环 很快连隔壁 哈蒙的同学 都加入了进来 搞得他们自己的同学 会都冷冷清清 巴比曾经的 新衣女神也来了 看着如此神患的 大学氛围 因为男友劈腿的打击 还有巨大的学习压力 索性加入了他们 然而真要开一所大学 则会如此简单 该来的还是要来 因为哈蒙学生会 会长的小报告 哈蒙的校长来了 父母感到极其的失望 而更多的家长们 则是深深的遗憾 好不容易孩子有了着落 收容他们的 却是一所假大学 很快整个校园都被封闭了 等待巴比的 就将是一场 毫无胜算的听证会 看到朋友现在的处境 想到曾经那生机勃勃的校园 在哈蒙饱受折磨的大白 终于决定放弃 所谓的名牌学历 加入并援助他们 巴比也下定决心 拯救米田供 他好好研究了 大学教育的基本原则 做好了参加听证会的准备 当天在主审官的各种质疑 和哈蒙校长的冷嘲热讽下 巴比开始了 发自内心慷慨激昂的演讲 最终本着激发学生 创造与激情的教育原则 主审团经过商议 给了一年的试用期 以验证他们的教学理念 就这样 南哈蒙理工SHIT 正式成立了 同学们也都回到了校园 继续了他们人人教我 我教人人的大学生活 就此影片结束 从这里 我也想起了一个干货知识 费曼学习法 分享给大家 学习一个专业知识 最高效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当作 这个专业的老师 提取出知识点传授给大家 这样自己就能理解的最透彻 记忆也最牢固 南哈蒙的孩子们 就是有意无意 运用了这种方式 将各种知识牢牢的掌握了 比起一味的接受 他们的效率也大大提升了 而这个故事的原型 于1861年 创办了橘子俊查普曼大学 如今已是百年名校 其电影专业 更是全球顶尖 所以说这个故事 也许在告诉我们 不怪世界不公平 不让自己太矫情 定好合理的目标 那就大胆去追寻